侯友宜 侯友宜 这个协商从来没有中断过 不能只顾自己 或者是不能百分之百要求 对方坚持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照自己的想法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协商的精神 我们正在持续努力当中 朱立伦没有正面回应 但据传若蓝白全面开展 国民党将检视柯文哲八年市政 包含大巨蛋延宕等议题 全力操作气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现在都在协商当中 不过蓝白合不合原本说 本周三中常会就要揭晓 现在国民党为了因应最后协商 而决定延期 过程总是我们既然要展现最大的诚意 那我们必须有关于副总统候选人 或不分区等等 我们都希望能够往后演 但时间不能再拖了 11月20号开始总统选举就要登记 柯文哲也希望这一两天内 蓝白双方可以再次见面 我也期待柯主席能够更积极地去面对 国民党拿出的善意 大家一起合作 国民党释出善意再次让步 蓝白和最后机会 就看柯文哲怎么接招 欢迎新闻周政委李鼎强 新北市采访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